今日經濟日報推介大家留意信譽光學2382 簡選原因是紅芝第四季表現失色 但有部分籃籌股持續跑洋大使 當中信譽受惠盈利表現及前景向好 第四季就跑洋大使 到目前為止是升幅首兩大籃籃籌 預料表現可以延續到春年年初 值得留意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信譽2021至2023年 盈利分別錄得55億、70億及85億人民幣 按年分別增長1乘4、2乘6、2乘2 摩根士丹看好信譽在車載、監控、AR、VR鏡頭方面的長期增長潛力 認為進入iPhone供應鏈的潛力 亦將會為信譽的手機鏡頭業務 帶來新的盈利增長動力 信譽昨天收報242.6 升了5.6% 持續沿著上升軌向上 策略上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目標是看260元 未有貨的投資者可以在230元附近收集 跌穿212元便要減遲 在230元附近收集 在230元附近收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